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阮实力MIT 阮实力MIT 时间是7点33分19秒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也很高兴地请到了这位画家 他最新的作品是 一个创作过展 客展而在大局的明水路的 青云画廊所展出 恭喜你 我们请大的这位创作艺术家 真的很艺术 蔡世宏 孙皇早 早 口口姐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非常谢谢 不好意思 大器长把你抓来上前 应该还蛮辛苦的 但是不同的经验 对不对 有有 还蛮早的 平常你创作的时候 都是夜里面吗 大部分是夜里面 因为白天还要上班 是哦 你是有正职的 还是在国小当老师 对啊 所以当老师 然后又有创作 对不对 然后 而且你的作品好特别哦 你这个展览 这次的名称叫做 一处是无 人家都说一无是处 然后超完美废墓 然后废墓 这个漫游者是你吗 还是你 画废墓跟放漫游者 是 就是应该是说 我觉得 现在是 大家这个社会 都是一个集体的漫游者 所以我不只是 呃 紫色是只有我这样子 对 那漫游者是 一位非常知名的 这个创作者 他对于一个都市里面的 呃 这个观察 呃 观察出来的情况 你的作品哈 是以什么样的画作为主啊 你刚才说你还是哈 这个呃 小学老师 可是你的创作展 已经好多次了 哎对 因为持续 我呃 大学毕业之后 当老师之后 然后有去继续在 北一大念研究所 对 那是也是在职班的 然后我就 毕业之后 也是持续一直在创作 因为我对创作 还蛮有兴趣的 对 哦 那像你这个老师应该 小朋友的都爱死了 对 他那么有型 造型非常 蔡世红老师有 两 有小胡子 然后他那个 嗯 看起来就像个艺术家 在一个小学里面 那那些小朋友们 一定觉得你好酷哦 对不对 还好 因为我还蛮严肃的 在学校蛮严肃的 在学校 我觉得说 对小朋友 不能太好 哦 是吧 对 教小朋友 其实也 也 要付出很多耶 对 现在小朋友 是不太好教 因为资讯的太 这跟我的作品 也有点关系 就是 对啊 资讯的太过发达 所以 小朋友的资讯 也是非常 资讯量非常大 所以 很容易被他们 不小心就被他们 左右 所以你的意思 但是 这样的一个 小朋友们 其实对你的 这个 创作也是有帮助的 有有有有 其实我第一系列的作品 就是画我们学校的 小朋友的制服 因为我觉得 制服也是一种体制的关系 所以我的 我的作品一直都在于 关于体制 体制上的讽刺 或 有体制一幕 这样子 这次在青云画廊的 这个作品是 10月10号才 开幕 其实你上次展览 我看知道上次 大概就一年多以前吗 一年 我目前是 40岁以前 希望能每年一次 好厉害 那你的这个 你介绍一下 你的作品好吗 你的作品跟 最近我们介绍 像这个 邱道瑜艺术中心 还有青云画廊的作品 都是年轻世代的 这个艺术家 年轻世代的艺术家 在台湾的 这些艺术家们 如果用我外行的 这个观察是说 完全不受束缚 是不是 应该是比较 就是先 因为当代艺术的 资讯量 现在也是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艺术家 会比以前 差非常非常的多 对 不在于 只是描写于 进屋 或是 外面的 写生 这样子 所以会 可能 分了很多种 然后我只是 其中一个 是比较反应 我会比较接近 反应社会 用自己的 自身的角度 去观察 或观照这个社会 所 并发出来的 一个 一个景象 所以他 有的时候 人跟 这个狮子 对不对 狮子 老虎 金属就糟了 而且 有的时候是 这个 现代人 跟他 这个 古代人 放在一起 意思是这样 不同的时空 对不对 对 有点像 平行世界的概念 那怎么称呼 你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个是 这个是油画作品 亚克力作品 这是亚克力 对 全部都是吗 对 全部都是亚克力作品 对 所以这个亚克力 看起来 它的这个立体感 是这么的强 对不对 其实 什么叫亚克力作品 我们外海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吧 真不好意思 油画跟亚克力 最大的差别 它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可以 重新 重新覆盖 对啊 那它们的差别是在油画是用植物的 性的矿物可能去提炼出来 亚克力是比较近代的颜料 那它是像塑胶这样子 所以两种是 它的画法差不多 差不多 它的颜料的元素组成也差不多 差不多 可是它们调的调剂不太一样 油画是用一些Media的调和油 那亚克力就是水彩 哦 那所以 但是你说画油画就是一层一层覆盖器 但是它透明度比较强 透明度可以比较强 哦 是 所以乖不得 你在这个里面有好多好多 都是有立体感很强 还有这个算是 你看啊 这个算它的舞台阶梯吗 对 我是 因为我这一系列想要创造 比较剧场式的 哦 好像一个舞台一样 像舞台一样 道具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会 譬如说地砖 那是我其实是画地砖 然后我把它处理的 感觉整张画很花之招展 就像我们每天 即使是在一个很无聊的时刻 可是只要翻开手机 你还是可以阅读到非常多的讯息量 这样子 这个很大胆的这一张 这张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名称 幻想的幻想的幻 幻想的幻 是这个 流水的流 流水的流 对 它的幻流啊 里面有非常多的元素 如果是一个像我们这种外行笨蛋话 就把它画成一团湖 但是你这个不是 你这个这个在一个地砖上面 然后里面有机器人 对一些仪器 还有打虎 对 还有码头 对 什么元素都在这里 还可以画这么清楚 对 我就是把所有的元素 都把它丢进去 让它们好像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我就是让它自然的发生关系 比较像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像脸书的状态 就是我可以阅读到很多的资讯量 可是我不见得会跟它发生关系 但是脸书的动态功能 却能运用大数据 帮我筛选出我要看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现代当代的生活 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可以去选 我可以取消追踪 也可以去追踪 但是当我取消追踪 跟追踪的同时 那云端的数据也帮你 帮你记录下来了 对 你的这个动作也变成一个 大数据里的一个动态变化 对 它像是你感觉是一个随机 可是它其实不随机了 对 因为你提醒我们 它很有意义的在各种分析当中 变成某种 某种象征 或是某种指标 对 那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电脑里面 他就帮我们行述一个 有别于现实生活的一个人格 所以你画出来的就是 这个不错 很平心静气看着这一幻流 然后上面有这么多 还那么的安安定定 当然这个你们你们的那个同学小朋友看到这种话 他们高兴吗 我基本上很少跟他们分享这样子 他们一定以为这是儿童乐园 但是当然他这个其实人类的生活就像儿童乐园 像动物园一样 所以你画的这张画 这个要画多久 如果说 我每天以五个小时来算的话 应该要三个礼拜吧 你每天画五个小时 然后你还要上 教小朋友 对 你是教小朋友画画吧 没有 在国小 我们教育体制 在国小就必须当导师 导师要教 国语数学 蔡世红这位艺术家太厉害了 他在小学当导师教国语数学 他是一位非常 应该 我觉得你应该算蛮前卫的一位 创作家 应该算 他本人长得也很前卫 我的前卫不是说 就他自己很有他的造型 刚才他说 他是小学老师的时候 我就在想 哇 是些小学生看了你 那小学家长看了你 会觉得 哇 好酷啊 一定 他很多的小朋友 会来看这个导师 你在学校应该是一个明星导师吧 也没有 没有 我在学校还蛮低调的 是哦 那我们要赶快宣扬一下 在脸书上肉搜啊 蔡世红老师 10月10号要开幕了他的个展 你们这些小朋友要拜托 带着你们的家长去看 这样比较有意思哦 青云画廊就在大直的明水路 大直跟内湖 最近有非常多的艺术中心 艺朗活动 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社群跟社区的一个概念 这个我常常 我记得我好像还跟这个 尼局长讲过 但是有些事情可能不需要政府公权力 可是民间的这个形成很重要 我们等一下请了蔡老师 各展这个展览对一个创作者来讲 他的重要性在哪里 你不是说你一年要展一次吗 到底他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激励的氛围 或说一个一个展示的这个氛围 对你的创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我们要尽管刚马上回来 非常谢谢 你真的也很感谢蔡世红老师 他很忙 他很忙 那今天还抽空来到我们的现场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请到的是 10月10号开始 在大直名水路的青云画廊 就要展出他的作品的 蔡世红老师 这个展览10月10号有开幕典礼 蔡世红老师的同学小朋友们 好高兴 你们老师要开展览了 蔡老师是在巴黎教书 所以你的生活环境 大概就是在那附近 你的画室也在那 是是 巴黎是好地方 对 就是被困在那边 所以 这个蔡世红老师 他的 是不可不鸿意 就是 这个 这个名字 你爸爸把你取得真是非常好 总小任重道言 所以你就去当 小学的导师 教国语数学 但是 这个老师应该 表面看起来很严肃 其实他很快就会笑的 来 我们刚才请教你 一个个展 对一个创作者来讲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刺激激励 跟一个民众的对话的重要性在哪里 是 因为 相较于个展 就是讲连展 那 现在的画廊 连展非常多 那连展就是一个艺术家 出一两件作品 那 跟个展的差别 就是在于 个展 他能 呈现一个 你 艺术家 想要表达一个很完整的概念 那用 不同的叙述 描述方式 然后去传达你这一次 呃 的展览 是想要表达什么 那也比较方便观众去阅读 嗯 很完整的阅读 说 哎 你这个呃 展览是要表达什么样的东西 这样子 是是 啊 所以 呃 嗯 那 那这个 你在个展里面 当然很多的画作都有观赏者自己来欣赏 那我看到你的这个作品里面那个我们在青雲花囊所介绍的你的这个这个这个要展出一个月 一处是五 然后超文美废墟 其实你这个呃 当然废墟里面这是相对的啊 那废墟也可以不是废墟 你画的这个天使咖啡馆在巴黎的咖啡馆呢 是是是 他就是呃 一个呃 巴黎唯一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大家会去聚集的 可是他没有什么文人啊 那这个我觉得去那边的人比较像是呃 去逃 逃到那边去的 几十天以后很多人去巴黎就要看蔡世红的咖啡馆 像我们去巴黎 都要去看好几个咖啡馆 对 对 对 然后有点像呃 呃 文 以后像是巴黎的历史 是啊 所以这天使咖啡馆 你画天使咖啡馆为什么画了这么多不同的这个呃 呃 元素在里面 对 呃 呃 呃 我其实我呈现的一直是比较呃 呃 我说废墟感 这些是比较灰色灰暗的地方 那我刚才讲说巴黎它其实是在新北是一个 比较边陲的地带 所以去那边的人有 比较像是逃走的 然后逃走聚集在那边 然后大家会分享一些 比较不同的生活背景 那我就试着把这些 呃 一开始试着把这些人的小故事 然后想要说一些 呃 废墟性的故事 被遗弃的 可能是被社会遗弃被现实遗弃 嗯 不不一样 那我就把它试着呈现出来这样子 哦 所以你的这个呃 试红的这个画作是亚克力 这个呃 油彩嘛 所以是亚克力呃 画作品 那他的这种作品他比较嗯 轻薄一点 比较轻薄一点 所以他就是他他在画面上不像油画的油彩那么的 那么的压制力比较大 对他不是 油画比较 比较 呃 他他颜色可以比较呃 呃多多变化 浓重 然后他的情绪感比较重 哦 对那 比较张力大 对 那亚克力比较 轻薄 内敛 呃他 没有应该是油彩比较内敛 有 嗯 那 亚克力他可能是比较表达现代人比较轻薄的感觉 哦 嗯 他就跟现在的社会是一样的 是是是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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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烦烦 对对对 那像就是当初呃 以前的东西可能是木头铁座 那现在很多东西是很快速的塑塑制品嘛 所以衣服画里面就有 我觉得你的衣服画好像一本小说 是就是我希望它是呈现出一个散文的感觉 是耶 对对对 那这个天使咖啡馆的这一张的散文是什么呢 嗯 他的主人是不在里面吗 啊 他的主人是在里面就是那一 就这个 对 在倒东西 穿着白衣服的 穿着嗯 工作服的这一位 嗯 在倒咖啡 小狗狗跟他玩 对 然后里面还有拿着电脑的 然后还有调酒的 是哦 他是比较像是一个哦 这好像看不太出来他是咖啡馆 我是比较对 把他隐喻成比较像收集者的角色 像我一样这样子 收集 你就是用你的 之后的作品 眼睛观察 对 然后去收集 嗯 然后去感觉 好 那你是一个废墓游者 当然就因为哦 从这感觉上 漫游者就从大都会里面看到很多 然后其实废墓里面你可以看到东西的 对 是不是 那这个废墓 其实我可能比较一直是比较像人 人 内心的废墟 嗯 嗯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一定会在 呃 因为废墟是说被破坏的 对 那可能是 还可以重建的 对 可以重建的 那这个重建可能就是 我讲的心理层面是 就是要靠自己 那有些可能就选择住在废墟里 这样 哈哈哈哈 或是把自己搞成废墟 哈哈哈哈 但不管怎样 一个巴黎这样的一个角落 其实巴黎的角落 它离台北很近的 你转一个弯就到了 这才是呃 这个现在的呃 人生不一样的地方嘛 对不对 你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 这个大家认识你的 或是不认识你的这个呃 听众呃 希望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情 到你的这个清运化啦 来观赏你的画作呢 嗯 嗯 邀请他们 哦 用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 嗯 非看不可 呃 当然要非看不可 哈哈哈哈 不是Facebook 哈哈哈哈 对 其实就是呃 我觉得 我觉得蛮 这个呃 现在我们的社会还蛮需要 我觉得需要更多的美感经验 因为我们 嗯 大大量的在阅读 电脑上的东西 那是比较失去的是我们呃 视觉上的美感经验 或是心理上的美感经验 那我觉得呃 每一个画廊不管是清云画廊 他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视觉经验 跟心理形而上的概念 让你去 可能你在看的时候你看不懂 那回去回家的时候 你可能看到某一个景色的时候 或某一个风景 嗯 你可能会有不同的触发 或联想 或是延续 这样 蔡老师讲的真棒哦 美感经验 不管是视觉上的 或是心灵上的 这种美感经验的累积 其实就是美学教育嘛 对不对 不过我觉得你在课堂上 就是一个视觉上的美感 哈哈哈哈 这还是很帅呦 蔡思宏各展 恭喜你 10月10号开始 再见于话廊 谢谢 我们今天啊 祝福蔡老师后 余兰赞 DJ再见